随着煤炭石油资源的日渐枯竭 加之其对环境的污染 人们在不断探索着新的能源 风能 核能 地热能 水能 不断有新的发电行驶出现 然而 还有一种清洁能源 叫做潮汐能 它的发电站要建在海底 它是如何发电的呢 和普通的水利发电相比 又有何优势呢 解答上述问题前 先来了解一下潮汐是个什么东西 世间万物都存在引力 海水自然也不例外 在日月这两个天体的引力作用下 海水会受到一个力 被称作引潮力 天体不断转动 引潮力随之改变 海水就会在力的作用下上升或下降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长潮落潮 海水质量如此之大 它的运动自然蕴藏了巨大的动能 这就是潮汐能 不仅取之不尽 而且还清洁环保 自然得到了人们的青睐 它跟普通的水利发电原理是类似的 只不过能量形式不同 普通水利发电利用的是河道水位差 所隐藏的重力势能 而潮汐能发电则靠的是万有引力 那么海底发电站究竟是如何将潮汐利用起来的呢 利用潮汐能首先就是要在港口修建水库 而根据水库数量的不同 海底电站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单库电站 这种电站只有一个水库 在涨潮时 由于水库内外存在一个高度差 海水就会从外面流进水库 从而带动底部的发电机发电 等到退潮时 水库内的水位又高于海水 内部的海水又开始向外流 发电机就能继续发电 但这种水库有一个缺点 就是内外水相平时是无法发电的 于是双库电站出现了 还有两个水库 中间被大把割开 一个负责在涨潮时净水 一个负责在涨潮时放水 如此一来 两个水库之间就能始终保持着水位差 实现24小时全日发电 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 这样的海底电站 不会影响到海洋生态吗 其实并不会 潮汐电站本身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噪音 并且外部还有保护层 不会干扰到海洋生物的正常生存 它唯一的缺点或许就是 由于电站在水下 后期维护比较麻烦 其实 海洋运藏的能源 远不止潮汐能一种 还有一种海洋能源 同样可以用来发电 它就是地热能 我们知道 海洋表层和深处的海水 具有很大的温差 可以高达20度 这种温差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正如视频中所示 由于温差的影响 装置中的流体 会不断在气态和液态中转换 在海洋的表层和深处之间来回流动 从而带动涡轮发电机发电 我国在这个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2017年 我国建设的10千瓦海洋温差发电站 成功连续无故障运行1000个小时 标志着我国正式成为 继美国日本后 第三个掌握着这种发电技术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